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 周二七日到访南韩 南韩总统文在英晚间举行国宴 出动比美国还老 有360年历史的老酱油款 带来自美国的贵客 同时还有一只外交棘手的大虾 法新社报道 南韩青瓦台发言人表示 蜿蜒的主菜是一道肋骨牛排 搭配韩国传统酱汁 由一种精致 有360年历史的酱油制成 这一位这个老酱油是在1657年制造 那一年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 班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其父亲约西亚富兰克林 Joseph Franklin的出生年份 酱油等各种发酵食品 是韩国料理的主要灵魂 由知名师傅制作的酱油 或发酵数十年 数百年的酱油 每公升售价可高达数万美元 2012年一场食品展中 有450年历史的老酱油 标价1亿韩元 约270万新台币 周二的国宴菜色还包括烤笔木鱼 据说是川普最喜欢的鱼 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南韩媒体 菜单中包含的食物具有当地传统的风味 也能吸引美国元首的口味 国宴大餐还有一只具政治意味的大虾 南韩官方说这是在南韩与日本间的争议岛与独岛 日称主岛附近捕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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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